在我观察的参数当中 美国的产业活动和中国的进口数据 让我感到吃惊 阿尔特姆孔庆来自于ArtCreaty资本 石油价格连续下跌 在担心全球供应过剩会削减价格以后 你认为价格会继续下跌还是会反弹呢? 我不认为价格会出现第二次暴跌 我觉得市场在未来的两到三个月的时间里 将会持续疲软 而在亚洲和美国的产业活动将会有所降低 需求仍然强劲 但是补给更为充足 所以我们要对这样的前景做好准备 价格到年底可能会出现恢复 由于石油价格和产量走低 BP的利润出现了下跌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还会有其他的公司出现和BP一样的情况吗? 从这个季度中价格出现的走势来看 很难取得可观的收益 上游部门也同样不太可能取得良好的收益 所以说大致来看 平均油价可能会位于45美元到50美元一桶的水平 上游部门在这个方面的表现并不理想 我觉得对于主要的大型企业来说 情况都是类似的 例如说我们看到的Exam的数据也是一样的 价格看起来也相当接近50美元一桶的水平 由于产量的下跌 就这一点而言 我们认为可能会看到大部分资产 在更高成本的环境中运行的公司 都有着接近相同的表现 按照常理来说的话 显然页岩油也需要更高的价格的水平来保证盈利 尽管处在下跌的趋势当中 然而这些公司仍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盈利 个人感觉在我的印象当中 石油价格在今年的上半年的恢复是相当的强劲的 但是我们都应该注意到了 到了第二季度 价格走势再一次开始变得不理想 这些公司的利润也受到了影响 这可能对于行业的其他公司来说 是一个好的信号 有哪些重要的因素 可能在今年剩余的时间里影响油价呢 这里存在着很多的数据 在我的观察当中 美国的产业活动和中国的进口数据 有时候会让我感到意外 从今年年初开始就让我感到了意外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这些领域的增长步伐都是相当的激进的 尤其是用作战略储备和独立的炼油厂来说 这些公司的其他投资决议也会导致产业活动下降 关于这个方面 我们需要等到下个季度 来看看产业调整和炼油厂的轮作情况 接下来还要看需求的增长 和产业活动的下跌情况 美国石油生产的轨迹是相当的重要的 显然OPEC会议的决定 以及尼利亚加拿大的产出 这些相当于是拓展期 也就是今年上半年内的附加因素 你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指标和数据都在驱动市场 但是有一个因素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 它就是油价的走势 好的 感谢您的参与 这就是本期商品角的全部内容 星期四希勒斯塔斯金纳 将会为您带来下一期的节目 再见